而这种特质周围的人只要需要他 他就一定出手 就算出手不被感谢 一般情况下他也不会去计较 毕竟一件小事在他的大世界里 根本就不算什么 过一阵子就无关痛痒了 这个境界一般女孩那是承受不了的 你有订阅news.com的YouTube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并且打开你的小铃铛 就是喜欢爽狼女孩 越不做作越能掳获他爱你的星座 Top 3 第三名射手座 爱玩的射手座看什么事情 都是用心情来判断的 关于过于认真严谨的人 他觉得用这样的状态过生活 太累了吧 射手认为生活里面已经有很多挑战了 他必须要在心理上去放松 才能做到该手就手该变则变 如果心里面总是压着各种事情 还满坑满谷的情绪 这样的生活绝对不好过 也绝不是射手座想要的哦 射手座本身就是开创火箱的星座 凡是想的直接一点 做的积极一点 才能关关难过关关过 人生苦短 老天随时考验你让你修行 你可以调整心态去闯关嘛 简单说如果能做快乐的玛丽欧去闯关 何必当一个不讨喜的苦行僧呢 从这个角度讲 射手座绝对是智慧满分哦 带着这种心态 射手座喜欢的女孩呢 也不能太避俗啊 毕竟射手座心里面 还是住着一个浪漫王子的 如果女孩太实际 太温柔似水 到射手座这里可就变成 放不开的小家碧玉咯 温柔呢 变成一种矫情 不仅女孩不喜欢射手座 给她贴标签 坦白说射手座也觉得 大家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也不用互相打扰嘛 对于这种太温柔的 各自保持安全的距离就好了 但是爽朗阳光派的女孩呢 对于射手座来说 那就不一样咯 大啦啦的射手座 万一哪句话说的不得体 爽朗女孩也不会逐字逐句 斤斤计较 直接吵一吵 或者是甚至根本不在意 那些小磨合也就翻篇了 爽朗女孩不会因为 一点小感觉小问题 就小题大做 让射手座偏头痛 女人心啊海底针 射手座对于这一点体会 是很深的哦 射手座本身是健忘的体质 但是如果真的计较起来 也是可以变得特别偏执哦 单就这一点自我矛盾 就够射手座纠结焦虑的了 如果要他跟女朋友 玩猜猜看叠对叠的游戏 他宁愿自我了断 也不想要跟你陪玩啊 对他们来说 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 有一问你就直接问啊 想要什么就直接跟我说嘛 比如说过生日想要他送花吗 直接告诉他 他会开开心心满足你的愿望哦 让射手座喜欢你的特质 热情单纯又直接 我们来看第二个狮子座 外缸内容的狮子座呢 表面上看哇他照得住一切 但是呢事实上他心里面 总是忽上忽下怕得很 他们很容易默默的设想 我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 该怎么做呢 如果周围发生什么事情 我要怎么应对呢 这种好像坐在王位上 每天怕被夺权的心理戏嘛 也只有狮子座演得出来了 基于这种心态 身边再来一个居安思维 内容内敛的女孩 她哪里受得了啊 她很聪明的 自己是王 女孩就一定要是后 王出门打天下 后就要懂得帮她安内 简单说就是两个人都要独立 懂得分工合作 还能强强联合 对你听的没错 狮子虽然是女孩们都超级喜欢的霸道总裁型 但是她们看女朋友 那可是CEO面前去面试的等级 一样的严格哦 你没有几把刷子 怎么能配得上她的绝对安全防护网呢 好啦 狮子的内心世界呢 也就是这么的自我中心 又霸道 这就是她的气质 她也不是真的把女孩们看作是她的附属品 大家就不要介意她的傲气嘛 给她一点面子啦 话说回来 就是这股傲气高高在上的感觉 也只有爽朗阳光的女孩才能接得住哦 她在那边演 爽朗女孩就跟着演 这也没什么嘛 就是好玩啊 她想东想西 多疑又有掌控欲的时候呢 爽朗女孩也不多想 就不会把狮子座的问题 投射成自己的问题 而等她平静呢 再看怎么帮她 也算是给狮子座空间咯 如果遇到两个人意见不合 爽朗女孩也是愿意坦率的把问题丢出来 看看大家怎么处理 事情解决了呢 也就不会记仇了 事后再自嘲一番 把磨合当成两个人的情绪 也是能换得狮子座的欣赏和崇拜 最后说说狮子座的固执 她们想要什么 想做到什么程度 想追求到什么样的境界 那是确定好之后呢 就雷打不动的 不管你怎么撒娇还是劝说的方式 都无法改变狮子的心意哦 所以传统女孩这一套 除了家庭生活这方面之外 其他的地方对狮子座来说 根本是不适用啊 但是如果是换成爽狼女孩呢 不管用欲情故纵的方式 还是抱着她开心我也没意见的大格局心态 就是狮子最想要的答案了 让狮子座喜欢你的特质 乐观 坦率 又带幽默感 我们来看第一 天秤座 天生对所有人既亲切又慷慨的天秤座 对界限这件事情是很不敏感的 他们喜欢和大家在一起 希望能达到我为人人 也希望可以人人为我的境界 总是把自己放在人群里 忙东忙西忙进忙出 你觉得天秤座有时间 只守着一个人天荒地老吗 基于这种心态 天秤座最怕那种 活在自己小世界 陷在自己小情绪 关闭外界资讯的宅女 属于阳性又开创的天秤座 她们的世界呢非常的大 如果女孩不能接受 她的心灵呢 除了她还装得下更多的人 更多的事情 并且把别人的事情 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忙 哇 那再怎么勤俭持家 绘制蓝星的女孩 天秤座也不会有兴趣哦 风向属心的天秤呢 心思细腻又敏锐 很容易被感动 而这种特质 周围的人只要需要她 她就一定出手 就算出手不被感谢 一般情况下呢 她也不会去计较 毕竟一件小事 在她的大世界里 根本就不算什么啊 过一阵子就无关痛痒了 这个境界呢 一般女孩那是承受不了的哦 天秤不想给别人增加那些心理负担啦 她自己也不想找个人来念自己 反过来说 如果今天她遇到的是阳光女孩呢 当她出去忙东忙西的时候 女孩落落大方 用开放的心态面对 而当她吃一点小亏的时候 女孩富有智慧 进退有据 四两拨千斤去帮忙化解 而当她无暇顾及女朋友的时候呢 女孩也可以开心的自处 不会想东想西哀怨 天秤座一定觉得自己前辈子 应该烧了很多好香吧 这就像悦人无数的风流才子 唐伯虎 遇到个性善良又独立自爱的秋香 前面所有的风花雪月 百媚千姿 瞬间黯然失色 比不过墙角一枝眉 临寒独自开的高贵与无真 如果说天秤座是中央空调 就是要装在高门阔亭的地方 开朗又热情的女孩 就担当得起天秤座心里的那个大世界 让天秤座喜欢你的特质 聪明独立有智慧 两个人缔造缘分 除了运用智慧 个性合不合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环 如果你了解自己的个性 找到适合自己个性的人 就能谈一场轻松自在的恋爱了 个性的相合感情才能真正走向长久 祝你幸福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